在這位鄒文懷向新聞媒體發表的聲儂當中啊 說得很清楚 說在晚間 李小龍死於自己的家中 當時呢 他的妻子琳達守在他的身邊 你看 人家時間 地點 人物 三個主要線索都起 看起來沒有什麼可疑之處 但是 還是有可疑之處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沒有解決 什麼問題 就是李小龍究竟怎麼死的 大伙兒都知道 死之前這一天發生了什麼事呢 怎麼這大活人昏睡就不起了呢 自然死亡 煤氣中毒 讓人給暗算了 一時間呢 所有人都想變成福爾摩斯 搞清楚這背後的原委 在各種推斷當中 很多人都認為 李小龍啊 是煉功過度而亡 因為實話說 李小龍是一個對武術很痴迷的人 不管是武術界 娛樂界 這都是不爭的事實 而且呢 武術界也有這麼一種說法 說這煉功啊 您煉得差不靈 對身體有好處 你煉得太猛 啊 煉功不得法 會損害身體 甚至於暴斃而亡 走火入魔了 那麼說 李小龍會不會是 為了提升自己的武衣啊 過分辛朗導致最終承擔不了如此大的負荷 而崩潰必命的呢 如果請客通過多少錢回家 就讓他來得知 再讓他使用 過去選擇 資料 今天 是 我 日子 好 寶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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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